正面彩色大头罩 完全不打马赛克 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公开通气缅北重要头目 指出明学昌 明国平 明菊兰 明真真等四人 涉及电信网路诈骗犯罪 呼吁民众积极举报 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在通气令中指出 缅北诈骗集团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电信网路诈骗犯罪 诈骗数额巨大 在严打高压态势下人不收敛 同时涉嫌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 非法拘禁等多种严重犯罪 情节极为严重 公安单位寄出折合新台币44万到220万的通报奖金 希望重赏之下有勇夫 警方接获民众报案怀疑妻子接到诈骗电话 警方赶往民宅接起电话怒斥自称客服的歹徒 上个月底中共中央才召开会议 宣布从众打击境外电信网路诈骗 中方也和泰免辽国首度设立综合协调中心 要将人口贩运 绑架 非法拘禁等跨国犯罪绳之以法 TVBS新闻林玉珍 戴源丽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